去年竹山镇在建教期间同时也举办建教美术及作文比赛 以建教时各场景为题材,让学生们自由发挥 而获奖的同学除了获得庙方颁奖表扬外 议长何胜丰也特别颁发县内游乐区的入门票 以鼓励学生的努力创作 一幅幅色彩丰富的画作陈列于礼堂两旁 画作内容都与去年竹山建教时各场景有关 为了要让学生对于地方民族文化更深入了解 去年竹山建教期间也特别举办以建教内容为主题的美术及中文比赛 对此议长何胜丰也相当重视 对于参加比赛获奖的学生除了由庙方公开表扬之外 也特别在竹山国小举办颁奖典礼 颁给每位获奖学生每人三张县内游乐区入门券 让家长与学生可一同出勇 议长何胜丰表示 这次主要建教期间配合学校 对于教育文化的结合 特别到这里奖励得奖学生 也感谢镇内公庙的配合 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我们这会计划做酒 它来配合到我们学校国校 这些画画给这些孩子 好像一个教育和文化的结合 可以继续传承下去 所以这会议会我们这些议员的建议 议员蔡宇助德表示 这次竹山镇所有学子都参与百年建教活动 议长也特别鼓励他们 让获奖的学生可以回家长一头出游 这次我们竹山镇所有的学子 不管是高中 国中 国小 所有的学生也都参与 这次百年建教的活动 我们何胜丰议长 特别来注重这些学子 以致鼓励他们 因为他们这次有参加这次的这个画作的比赛 特别加冕这些学子 带了酒足文化村的旅游券 让所有的获奖的这些小朋友 能够带着他的家长 爸爸妈妈一同去参与 这个酒足文化村的这个一日游 我想在这里非常感谢何胜丰议长 特别让竹山地区所有的这些学生 都有感受到这个温暖 我想这个活动也非常的成功 竹山国小校长都更新表示 这次建教在教育单位 也一再思考如何让学生能够参与 因此与议长主办单位商讨之后 联合全政学校举办会话与作文比赛 让学生更了解建教的目的与意 竹山百年建教 我们教育单位一直在想说 如何让多元文化的概念 民属的一些理念 让孩子能学习到 感受到 让他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也愿意参与我们地方的一个文化活动 所以当时我们跟议长还有跟我们科兵公共主委报告过以后 他们非常同战场 所以我就联合我们竹山地区所有学校 来办理有关于绘画跟作文比赛 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活动让孩子参与这个建教活动 也让孩子去关心地方 那这次的环境非常良好 甚至有小朋友说 很难得看到竹山有这么和谐 这么温暖温馨的一种感觉 如何让我们竹山的百年建教 我想竹山百年建教也应该 叫东睡觉叫吧 也应该醒了了吧 让我们竹山百年建教以后 大家醒来让竹山镇 不管在文化教育 让地方的建设等等 都能像觉醒一样 更有发展 更有动力 议会秘书长陈国中表示 这次参加比赛的绘画与作文作品 见数相当多 评审单位也费了一番功夫 才选出优胜作品 由于每位参赛学生作品都相当有特色 不仅把建教目的呈现出来 也把这项民俗文化的意义 完美记录下来